为感谢教师们的辛苦付出与贡献 台北市教育局举办113年度禁师月活动 除了将禁师奖励金从600元提高至2000元 还有多家企业推出教师优惠 涵盖十一住行娱乐各面向 期盼激励教师士气 并向平时无为不治照顾学生 劳苦功高的教师们表达谢意义 台北市办这个禁师月最重要的 就是对老师过去一年的辛苦 我们结合厂家给老师一个优惠 那也希望老师能够除了教书以外 十一住行有空要出来多多吃个美食 娱乐一下买一些好的漂亮的衣服 那不管如何我想禁师月 我们结合这么多的商家 无非就是让老师们得到一些 优惠当然最终还是得到一些外界的尊重 我想老师是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说通过禁师月 让外界对老师这个行业 不是只有说老师是教育师良性事业 而且是从发自内心的一个尊重 我想我们在一个职业上路 获得外界的尊重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呢一共邀请了86家的这个厂商 提供在9月开始提供给老师各式各样的优惠 那其中呢比较特别的包含这次呢 魏全龙提供我们就是有一百张的免费的这个门票之外 提供我们老师这个半票的优惠 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也文化局也提供我们 这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国乐团 这个购票的这个九折优惠 那其他我们在十一住行娱乐 都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我们放在这个台北市政府交易局的官方网站上 有个台北旧爱的一个手册 那另外我们透过台北市的库克APP 老师就及时可以收到这些商家的优惠资讯 那除了这个商家的优惠之外呢 我们也魏老师在9月份办了相当多的系列活动 包含我们跟这个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有办理这个AI的论坛 然后办理这个老师的这个歌唱的活动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9月21号的 台北市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典礼 这个是我们今年有27位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 这是台北市老师的一个最高的荣誉 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些活动 让老师感受到台北市的 对老师辛劳的一个感谢以及尊重 也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更看到老师的辛劳 然后对老师有更多的这个关怀与尊重 教育局今年度还表扬46名优良教师 其中包含语文与社会科学类8人 数学及自然科学类6人 艺术及艺能科学类6人 辅导与特殊教育类2人 技职教育类2人 学前教育类2人 老师类6人以及学校行政类14人 其中有5位教师荣获教育部师夺奖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老师 因为教育这条路说实在很辛苦 尤其在现在的教育场域上面 有更多的挑战 可是呢我也常常告诉我们的老师们 这样下来教育它变得更有意义 我自己本身是高中 然后一般的大学 后来在教育场域上面呢 投入技职之后才发现 原来在学习的路上 我发现这些技职孩子很快乐 像我们以前呢 很多的共同科目 那我们技职科的孩子们 比较特殊的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专业实习科目 而他们会之所以那么快乐的学习 最主要是 那是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我想教育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的引导的历程 看见孩子的优点 给予舞台成就学生 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我记得在我的班级 有一位叫小元的孩子 他来的时候历经的上赋 还有拒学的状况 那于是我就跟他聊 发现呢 他对于蝶杯非常有兴趣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请他在班上表演 以至于哇 全班的同学都对蝶杯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让他能够在其中获得了成就感 并且逐渐融入班级 此后我以为他可以一路顺遂的到毕业 没想到他又沉迷了电玩 又开始不正常的生活 于是再次的请他 对于Minecraft这个电玩很有兴趣 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方块 正好我们数学交到了立体的图形 能够堆叠让孩子们能够透过 这样一个立体堆叠 认识这个立体的概念 于是我就请小元能够 对班上透过这个游戏 解决一些数学的问题 那同学们就能够厘清这些数学的迷思 小元再一次的能够获得了一个成就感 被同学们认同 之后呢 我就看到他常常不在位置上 本来我以为他是不是又躲起来 没有 他就融入了同学 跟着同学下去打篮球 这是我在教育生涯上面 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教育真的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价值引导的历程 能够让一个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优势 展现他生命的光 这真的是我觉得最欣慰的事情 教育局希望借由提高近视奖励金 以及提供老师们专属优惠活动 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中 宠爱辛苦的老师们 并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